大家好 这段是要说明教你更新Google Chrome浏览器 这个手动更新建议 每两个月左右更新一次 图文的教学网址贴在YouTube的注解这边 点一下就到这个说明页面 因为有些图片文字要参考 还有连结要点击 如果你还没有下载 Chrome浏览器 安装 Chrome浏览器 那请参考一下第一篇 这个连结 然后进行下载及安装 手动更新 因为大部分的 系统优化的软体 它会关闭掉 那个coron浏览器的自动更新 那所以说如果 coron浏览器它没有更新的话 那你就自己手动更新 自己操作一下 手动更新 那这边建议是每两个月左右 手动更新一次 或者是 你有空的话 自己 就手动更新一下 那这个我个人 自己 一直有在用这个手动更新 如果你的coron浏览器 好像 很久没有更新了 那就参考 那个图片 自己手动更新一下 那这个方式很容易 那这个方式很容易 直接点击 右上角的 三个点 指的这个三个点 然后 说明 关于coron浏览器 这样子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它如果 有更新的话 它会转圈圈 等它转完 就OK了 如果有需要更新 它会开始转圈圈 等它跑完就OK可以了 这是属于那个手动更新的部分 那大家 呃有空的时候就 点一下这样子 就这边 三个点 直的这个 然后 说明 关于coron浏览器 它就会自动更新了 这样子 自动的去侦测 有没有更新 丁选时 报路径不同 无法开启 呃就是说我安装完 coron浏览器的时候 应该是路径不一样 那变成说 我这个丁选完嘛 然后在 关闭这个浏览器的时候 再开 它报 找不到路径 那这怎么处理呢 先取消丁选 我先参考一下这张图 先取消丁选 然后再关闭coron浏览器 把这个 关闭 然后这边的工作列就没有了嘛 没有了之后 开始菜单 点击coron浏览器开启 在这边 反正你安装的那个软体 大部分在开始的菜单都有 那它会按照ABCD 然后再来中文字 的顺序 那找到这个G 就是coron浏览器在这里 那你点一下 开启之后 然后再 重新定选就可以了 定选到工作列 这样就可以了 东西下载后之存放位置 下载的东西一般放在 档案总管的下载 如果你想换成别的 点击进阶 就是你下载的东西一般放在这个下载这边 档案总管的下载这里 那如果你想换成别的你就点击一下 进阶 那我这边停一下 点击进阶 就向下拉 然后这个下载这里 注意一下是这一项 下载这一项 的右边有个变更按钮 你变更 我看你是要放到哪里都可以 你自己设一下 如果你有需要变更的话 自定自行 那这个东西以前要另外设定 现在不用了 因为预设的那个自行有没有 他很接近 微软正黑体 那个以前你都要 将那个自行 射一下 要不然他会 去跑那个 好像是细明体 还是新细明体 他没有像现在这么圆滑 圆滑这样子 现在很接近那个微软正黑体 那所以说是不用射 那假设你的 自定自行有没有 他不是像现在这样子 那你 建议大家参考一下第1篇 移除重装 将 活动浏览器 移除掉在重装 这是第1篇 这样子 原则上会接近微软正黑体 所以说不用射 那你如果不想移除重装的话 那你就到这个 自定自行这个 就是外观这个 然后自定自行 然后自己射一下 这样子 就参考一下这边 自己弄一下 原则上是不用动了 好那这段的说明就到这里 YouTube注解点击显示完整资讯 有个donate赞助连结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连结 赞助资金给我 donate资金给我 才能维持这个 频道 正常运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耐心收看此段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